公元979年,高粱河畔,大概就是今天的北京西之门一带,一个不知是屁股还是大腿伸中两件的人,驾驶着一辆旅车仓皇逃跑,甩开后面的辽国青旗,一路飘移到了卓州。 从此,高粱河车神这个名号,在江湖上广为流传,有诗云,赵二驱驴与何其速,恰似吕布,其赤兔。 这位大名鼎鼎的车神,便是宋朝的第二位皇帝,赵光义。 其率领军队于高粱河之战被辽军打败后,在一片混乱中,被不明情况仍然往前线运粮的宋军将领杨叶所救。 杨叶找了一辆渔车,安排宋太宗逃跑,于是便有了以上的这一幕。 高粱河之战宋军惨败,与赵光义的奇葩指挥有直接的关系。 一直以来,人们对于宋太宗的评价都不高,不仅仅是因为高粱河惨败,毕竟有的皇帝想跑也跑不快,跑得快,在有的时候还是一件好事。 但是,赵光义还有许多其他令人痴以鼻的事情,才招致了今天对于其的评价会如此之低。 接下来,就由我,一个爱琢磨历史的人,给大家好好的分析一下。 首先是他的上位过程,直到今天史学界对此都没有定论,而他的哥哥宋太祖赵光义的词音也成为了一个谜案。 我也只能通过一些史料上的蛛丝马迹给出我的推理,希望观众们也能自行判断。 首先是宋史,只有一句话,鬼丑兮,地崩于万岁殿,年五十。 没办法,我们只能再继续去司马光的宿水禁闻去寻找。 赵光义嫁崩后,他的皇后叫宫中的大太监王继恩,去传赵光义的二儿子赵德芳如宫。 然后王继恩自己擅作主张,去了晋王府,晋王也就是赵光义,同时他也担任开封府尹。 在晋王府的门口,又碰到了开封府左压压程德玄。 程德玄说是晋王召见他,然后晋王赵光义听闻自己的哥哥驾崩,大惊。 不过仍犹豫不决是否要进宫,王继恩则催促赵光义进宫。 在踏雪进宫后,王继恩本来打算让赵光义在万岁殿前候着,结果承德玄说,便往直前,何待之勇。 这里我要特别的说一句,宋史承德玄传中记载承德玄,此人善依,身通药性。 于是,三个人便直接进入万岁殿,宋皇后对于三人的反应先是恶然,之后马上碎乎,无母子之命,解脱于官家。 一个太监,怎么会有那个胆量去篡改皇后的命令? 即使当年陈桥兵变,赵光义的部下大胆发动黄袍加身,也是赵光义早有预谋的结果。 司马光对此的解释是,王继恩觉得宋太祖生前一直把赵光义当作接班人来培养,于是自己擅作主张把命令更改了。 再结合金贵之盟,似乎是很合理的样子,那我们就再来看看这个所谓的金贵之盟。 当时赵光义的母亲杜太后,要求赵光义一传光义,再传光美,三传德昭,并且当场签字画鸭,由当时的宰相赵普监督生肖。 大家可能并不知道赵普是谁,但是他说过的一句话,大家肯定有所耳闻,那就是半部论语,治天下。 然后,在赵光义坐上皇位五年之后,赵普才把这件事情给提出来。 当时的赵普,已经被他的死敌卢多逊压制了七八年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赵普为什么要等那么长时间,用俗话说就是,都赶不上热不劲呢? 有的人说宋太宗即位后,又立即提拔赵廷美和赵德昭等人,证明金贵之盟确有提示。 可是当时只有杜太后,赵普和赵宽颖知道金贵之盟,赵光义知道赵普提出来才知道这件事。 综上所述,我个人比较赞同廖史对于这一事件的描述,仅仅只有四个字。 赵俊,自立 当然,直接证明宋太宗杀了宋太祖的证据已经不存在了,这件事情已经成了谜案,史学界对此也没有定论。 我也只能根据有限的史料加以猜测,希望屏幕前的观众看到这里,自己的心中也会有一个答案。 之后就是对于自己的对手赶尽杀绝。 五代十国中的南唐后主,李玉的妻子,小周后,在南唐灭亡,李玉被软禁在开封后,每月都必须要进一次宫, 而且要停留好几天才能回来。至于在宫里干了什么,我怕说了过不了审,不过想必大家也知道, 李玉的尊严,夫人,国家都被夺去,极为愤恨。 忧愁的李玉,写下了那首流传千古,快知人口的与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? 问君能有几多愁,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 这首诗句很快传遍天下,也传到了宋太宗耳中,李玉最终身中千几毒而死。 还记得我前面说过的那位神通药性的程德玄吗? 接着是宋太祖的儿子赵德昭。 在宋太宗骑着旅车一路飘移逃回去后, 不仅处罚了高粱和惨败中的将领, 还把攻灭五代十国中的最后一国,北汉的封赏也给取消了。 朝中只有赵德昭一人前去替将士们请功, 结果宋太宗大怒,训斥他说,等你做了皇帝,再论功行赏也不迟。 史书上只记载赵德昭回去后,自问而死, 而赵光一得之后又是一波大惊,抱着赵德昭的尸体痛哭。 哼,接着就是众文轻武,在宋太宗一朝变得更加严重。 如果说宋太祖士兵权是为了维护自己统治所做出的必要举措, 那么宋太宗完全就是越界了。 宋太祖一朝虽然几乎每年都开科取士, 最多的一科是开保八年,那一年共取士三十一人, 最少的是钱德六年,只取了六人。 他在位十七年,开科十五次,一共才取士一百八十八人。 而宋太宗太平清国二年仅仅一年,取士就达到了一百零九人。 与他本身就是军人出身的哥哥不同,赵光一是不会打仗的。 他在攻灭北汉之后,就直接率领军队发辽, 打算成胜收复五代时儿皇帝石敬堂各让出的燕云十六周。 一雪五代及宋朝初期被辽国压制的前尺。 公元979年,宋太平清国四年,辽宝宁十一年。 宋军在讨伐幽州,就是今天的北京的战役中, 被赶到的辽国援军包围。 不过大局仍未阵碍落定。 此时辽国的将领耶律休哥率领了援军, 经过长途爬涉,虽疲惫不堪, 但是这时,辽军在幽中城中的守军也出城支援援军。 且援军人手两个火把,使宋军摸不清对方的虚实。 宋军最终溃败。 这场战役,宋军失败的最大原因, 我个人认为便是指挥者赵光义, 既想着攻破幽州,又想着阻截辽国的援军。 结果幽州久攻不破, 辽国的援军也来了一波成功的绕后。 而且,赵光义在指挥的时候, 布阵必须要按照阵图来堪称威操祖师。 宋军的溃败到这里还未结束, 宋太宗在逃亡的过程中, 遇到了不明前线情况, 仍然在给幽州运军粮的宋军将领杨叶, 这个杨叶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杨家将之一。 眼看着后面的辽国追兵就要追上了, 杨叶杀退了辽国的追兵, 用一辆运粮的驢车送赵光义回国, 于是便是开头的那一幕。 宋太宗展示了极为精湛的驢车飘移技术, 先是跑到了卓州城, 然后没有看到败退的宋军, 于是又绕过卓州城, 直奔金台屯, 高粱和惨败发生在七月初七日的早晨, 到了初九的时候, 赵光义才得知宋军仍然驻守在卓州, 并且用力了宋太祖的儿子赵德昭为新帝, 宋太宗这下吓得不轻, 不过当然不是因为他精湛的车技连宋国军队和辽国清旗都追不上啊, 而是因为赵德昭对他的皇帝之位产生了威胁, 宋史上对此仅仅记载了鬼位, 帝都诸军及契丹大战于高粱河, 拜祭, 假身, 班施, 也就是说, 初九, 赵光义驴车飘移到金台屯的时候, 才敢稍作休息, 打探拜军的情况, 然后命令军队回朝, 宋史在这里用的班施二字, 我只能说, 高粱河惨败后, 赵光义又在雍西年间发动了两次北伐, 皆以失败告终, 造成了之后的北宋王朝, 彻底失去了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机会, 而且使得北宋朝廷产生了孔寥心理, 促成了后续缠冤之谋的签订, 因此, 即使宋史评价宋太宗赵光义, 帝沉谋英断, 凯然有薛平天下之志, 有一位来自湖南的伟人, 依然在旁边批注, 但无能, 宋太宗既不会打仗, 手段又残忍, 开了北宋严重重文义武之先河, 可以说, 北宋之后的积贫积弱的局面, 很大程度上是拜赵光义所赐, 如此所作所为, 显然是过大于功, 因此才会遭到大多数人的拖延。